台区院看起来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区21号发生了重大火灾 有将近百年历史的中央邮政大楼 周日深夜突然引发熊熊大火 虽然出动了大批的消防车还有人员到场灌旧 大火还是烧了八个小时 直到22号周一早上才控制住 至少造成了七个人受伤 大部分都是打火弟兄 而初步的估计损失高达了1.6亿 大楼窗户窜出橘红色 熊熊烈焰 伴随浓浓黑烟飘向天空 建筑里面更早就烧成一片火光 大火越烧越旺 火势也明显加大 大批消防车赶到现场 但眼看大火失控 消防人员也不敢贸然进入火场 大火就这样烧了八小时 直到22号早上大火还在延烧 仔细看火场建筑相当古典 原来这就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地标 有将近百年历史的中央邮政大楼 天亮后透过空拍 持续延烧的火场现况更触目惊心 马尼拉警方表示中央邮政大楼 周日晚间11时41分起火 火是猛烈 加上大楼老旧 没有配备先进的消防洒水系统 消防被迫眼睁睁让大火一直烧 由于火灾的点点火星和浓烟飘散 严重影响周边大部分地区安全 当局还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紧急警报应变 这场大火烧掉了菲律宾最古老的邮局 令菲律宾文化界相当痛心 要等警销调查起火原因 再决定要如何证件修复 杨振平编译